美国国家气象局指出 美东地区超过1亿2000万民众8月7日面临严重风暴威胁 强风、巨大冰雹、豪雨恐酿成灾情 费城到亚特兰大之间可能出现龙卷风 CNN报道称 阿帕拉契山脉到马里兰州 宾州南部、新泽西州恶劣天后状况可能最严重 费城、巴尔地摩、华府等城市都包括在内 主要威胁来自具有破坏力的禁风 阿拉巴马州北部到纽约州南部 包括亚特兰大、北卡罗莱纳州、夏洛特 纽约州宾罕敦在内面临严重风暴的较高威胁 国家气象局指出 面临风暴威胁的地区可能出现大雷雨 暴风雨以及暴红 联邦通信委员会FCC近日宣布 成功破获了一个大规模的非法自动语音电话诈骗网络 该网络近年来发送了数十亿通汽车保修诈骗电话 FCC表示 这是该机构历史上破获的最大宗诈骗网络案件 当局决定对该网络处以创纪录的3亿美元罚款 FCC指出 这家遍布全球的公司违反了美国电信法 仅在2021年的三个月里 像超过五一个电话号码拨打了50多亿次机器人电话 但这家诈骗公司实施诈骗的行为非常漫长 甚至可以追溯到2018年 这些幕后操纵者利用大量空壳公司 别名和据称受其控制的不效电话供应商 试图欺骗不知情的消费者购买劣质的汽车服务合同 主要幕后操纵者考克斯和琼斯都是惯犯 他们已受到法院命令 终身禁止打电话推销 FCC主席罗森沃塞尔表示 目前由司法部负责收取该笔联邦罚款 未来国会应授权FCC直接通过法院要求受罚者付款 近日美国当红游戏主播凯塞纳特 在纽约曼哈顿联合广场举办一场礼品赠送活动 吸引以青少年为主的数千名粉丝涌入 不料竟引发三小时的骚乱 纽约警方称此次集会并未获批 骚乱发生后包括塞纳特在内的60多人被捕 尽管塞纳特已于8月5日从警方拘留所获释 但他仍面临煽动骚乱和非法集会的指控 并将于18日出庭 塞纳特并未获得大型集会许可 纽约警察局发起最高级别的四级警告 并紧急动员约1000名警察赶到现场 美国国防部还部署了无人机来监控局势 纽约警察局局长马德雷表示 随着人群增加 广场里的人开始对警察和公众实施暴力行为 他说一些集会者闯进附近的建筑工地 开始投掷包括油漆罐、瓶子和石头在内的物品 有人拿着铲子、斧头和其他工具走来走去 甚至向人群和警察投掷鞭炮与烟花 警方随后封锁了广场入口 对骚乱人群实施逮捕 紧急救援官员表示 两架消防直升机8月6日在南加州河滨郡执行灭火任务时相撞 机上三人全数罹难 其中一人是加州地区消防局长 一人是加州消防队长 另一人是签约机师 加州南区消防单位主管富尔策7日表示 卡巴藏社区百老汇街河南隆达大道交叉口附近的建筑物发生火灾 加州消防厅和河滨郡消防局都出动资源救火 两架直升机在扑灭大火时相撞 坠机事故又引发1.6公顷面积火灾 但火灾已被扑灭 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运输公司之一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近日警告称 全球海运集装箱需求将进一步萎缩 原因是欧洲和美国面临衰退风险 企业也纷纷削减库存 去年的天价航运运费已经趋正常化 该公司近阶段也一直在警告称 其业绩也将急剧下降 该公司在报告中表示 由于北美和欧洲地区持续在调整库存 全球货运量仍然疲软 并且集装箱运费将继续下降 马士基预计全球货运量将最多下降4% 而此前预测的最糟糕情形不超过2.5% 公司首席执行官文森特·克雷克在一份声明中称 没有迹象表明抑制全球贸易活动的去库存趋势将在今年结束 他还预测美国的去库存大潮将比其他地区花费更长时间 而该公司此前预计的下半年消费反弹并没有发生 当天马士基还公布了二季度营收情况 由于集装箱运价暴跌 二季度收入同比下降40%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